上一集我们谈到诗经采为 同时也读了二十世纪初 一位出生于乌克兰的俄国诗人 别德内的诗 讲到诗经 我想起诗人杨木 就读东海大学受教于徐复官先生的时候 他特别能够体会老师所说的忧患意识 杨木后来有三篇文章 惨发周人 就是周朝人的忧患意识 第一篇论一种英雄主义 他说中国政治推崇的是跟五 武功的武相对的文的观念 要演干戈 就是不打仗 要施行理智 才算大功告成 诗经中大部分的诗 大部分的战争诗都反战 上一集我们用到唐朝诗人 李白以汉乐福古提写的战成男师 最后收尾 乃之兵者是凶器 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正是警告世人 兵凶战为 杨木的第二篇文章 古者出师 是1985年应联合文学 这一本大型文学刊物而写的 当时这一本文学刊物呢 制作了一个战争的主题专辑 那为什么能够制作战争主题专辑呢 因为古今中外战争书写非常的丰富 人世间从来都是封烟卷地 厮杀激烈 杨木在文中却说 中世纪以后 西方的传奇史诗 虽然强调个人英雄主义 但古代中国诗人最关心的是 百姓如何能够过祥和宁静的生活 不追求英雄主义 不因为战争而塑造英雄 杨木的第三篇文章 周文史诗 讲了诗经大雅中的五篇史诗 令人印象特深的是 他特别赞扬古功胆辅 也就是周太王 避免与戎敌争战 而率领百姓 迁徙到祁山下 赢得了人人之君的称号 人人之君呢 就是要避免战争的发生 但不能坐以待毙 还要能够使得国家社会 能够开展出一个新局面 人人之君做事公正正派 使四方人民愿意亲近来依附它 如何防止祸害在未发生之时 不要让祸害发生 其中所预示的警觉体力 就是忧患意识 古功胆辅的事迹 记载在《大雅棉》这一篇 诗经的《大雅棉》 今天我们读前两章 绵绵绵刮蝶 明知出生 自渡除漆 古功胆辅 逃富逃穴 未有家事 古功胆辅 来遭走马 率兮水浒 置于旗下 元吉江女 欲来虚语 第三句 自渡除漆 写的字是一个土 但是呢 等于是渡辅那个渡 古代字比较少 常常都用戒字 那渡呢 是一条河 漆呢 也是另外一条河 从这一条河 到另外一条水边 三千年前的书写文字 今天我们读起来 当然不容易懂 所以呢 也许可以听一听 中国大陆的一位学者 叫王秀梅 他的白话翻译 在诗经原文是四言的 那王秀梅呢 他翻译成七言的句子 他是这么译的 连绵不绝 瓜连瓜 周明诞生 渐发达 从渡迁到七水下 古功胆辅 创业难 挖窑 掏洞 挡风寒 没有房屋 怎么办 古功胆辅忙 视察 清晨快马 离开家 沿着渭水 向西奔 来到 齐山 山脚下 携同 妻子 咸泰江 勘查地址 好 建房 用绵 用绵绵 瓜蝶 也就是一代人 又生下另外一代人 大瓜 养育 小瓜 代表 这个民族的发展 那 古功胆辅呢 就是周文王的祖父 是周王朝的奠基人 他是怎么奠基的呢 如何让周族能够开展壮大起来 他的做法就是一切以百姓的福利为念 只要百姓生活好 古功胆辅说 民之在我 与其在比 也就是民众被我所统治 或者被别人所统治 有什么差别呢 他认为不一定需要是同党 不一定要受我统治 诗经这种政治观念 很值得当代的政治人物反省 就像今天 作为一个地球村的时代 很多人会移居国外 你住在台湾 住在美国 住在香港 住在中国大陆 或者到欧洲 能生活有发展就好 百姓不一定要困居在老家 百姓追求 十一住行健康的民生 为政者呢 不应该用一些空泛的 僵化的一些观念 把别人的行动捆绑起来 突然造成斗争纷扰 所以古功胆辅 为了避免百姓死于战争 死于跟荣敌的征战 于是他带着周 这个氏族 就迁到了其三下的周园 周园是一片肥沃的平原 移于农耳 那移于农耕 使得后来的周 能够富足兴盛 在诗里边有一句叫 来招走马 从事公务的 从事政治 要非常勤奋 来招走马 就是一大早就骑着马 到处去勘察 要替百姓找到一个居所 而且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 更要紧的是 他还要有一位贤内助 他协同贤惠的妻子 一起去勘察 勘察哪一个地方适合百姓生活 讲到需要一个贤内助 并不是说要干预公务 而是指的就是他身边的人 不能够制造纷扰 不管是自己的家人 或者是他的部署 或者是他的同事 总要齐心协力 你想嘛 个人能够有多大的本事呢 必须要大家一起能够发挥所长 组织起来力量才大 那如果一个政治人物 人物周遭有一些纷扰 我想他也无心于正事 所以古人讲说 齐家治国 如果家不能齐 当然国也就不能治 江女是周太王的妃子 他能够相助周太王 不仅使一个政治人物 政治领袖 无后顾之忧 更能够帮助他 做出正确的判断 好 今天我们谈的是一个 能够率领百姓 避免战争发生的领袖人物 下一集呢 我们继续谈反战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会员